湖南卫视人间至卫视清欢目前正在热播 其主演除了偶像剧女王陈乔恩小鲜肉王一国之外 还有一项公认的演技派佟大为 前面两位演偶像剧都不让人意外 但佟大为怎么就沦落到演偶像剧了 这是什么情况 通常来讲 有演技的演员都比较避讳出演偶像剧 原因是偶像剧的剧情太过狗血 不但不能彰显演技 甚至有可能被质疑演技 就拿人间至卫视清欢来说 就有很多人觉得彭大为演得不如王一国 这是对97年出生的王一国极大的赞许 也是对老演员彭大为的极大羞辱 此外 这部剧还被很多网友认为三观不正 完全在叫人们如何出轨 剧中彭大为饰演的冰人间 角色很不讨喜 本来应该是小人物崛起的励志故事 但却处处很耸 而且死要面子 如果说其妻子灵月灵不清 婚妹就跟着反派老唐各种走得近 冰人间也没好到哪去 跟安清欢同样走得太近 给人的感觉是两人各玩各的 半斤八两 角色这么烂 剧本这么烂 难道彭大为自己不选吗 还是说他根本没资格去选 有个戏演就不错了 恐怕不是这样 看看彭大为的演艺生涯就知道了 从遇官英到奋斗再到婚姻保卫战 从赤壁到中国合伙人再到太平伦 彭大为出演了很多大导大作 其显然资源很好 但为什么中国合伙人的黄晓明和邓超 都成为业内大佬了 而彭大为却沦落到也偶像剧了 感觉越混越差 或者换个说法 彭大为为什么始终没有跟黄晓明和邓超一样红到发子 原因有很多 但有两点至关重要 一 彭大为的长相 限制了他的发展路线 彭大为的长相很帅 但是个娃娃脸 人畜无害的娃娃脸 这种长相几乎只适合眼睛技试用男 硬汉或是反派都不适合 这极大的限制了他的戏路 二 彭大为的性格 决定了他的事业前途 彭大为跟黄晓明和邓超都不一样 他的性格不张扬 不碰真人秀 也不炒作 除了作品 几乎很难听到他的新闻 这在贪恋曝光度的娱乐圈是一大忌 也是他的事业始终没有太大提升的原因 至于彭大为为什么会接下人间之位是清欢 或许是人情关系 或者是想换换口味 这就不得而知了